作家黄启团在《圈层吐围》里提出一个黑洞人的概念,这类人不停地散发暗黑能量,将周围人吞噬于情绪的泥沼之中。 只要和他们在一起,你就要做好被否定、打压、指责的准备。 面对生活中的黑洞人,你要做的就是识别,然后远离。 你知道如何击垮一个正常人的心智吗? 只需要一步步引导他怀疑自己,不相信自己即可。 朗朗五岁那年到北京求学,跟随一位女教授练琴,他教了朗朗半年,这半年却成了朗朗一生的噩梦。 虽然朗朗很用功地练琴,换来的却是不断地否定,每弹错一个音符,他就训斥朗朗,你弹得太差了,钢琴声好刺耳呀,你没有一点天赋,根本就不是弹钢琴的料。 有一次,他直接对朗朗的父亲说,你把孩子带回沈阳去吧,以他这样的资质,很难成为钢琴家,以后不要来了。 朗朗听完,对着父亲边哭边喊,我再也不碰钢琴了,我讨厌钢琴,我恨钢琴。 这件事发生以后,很长一段时间,朗朗看到钢琴就会浑身颤抖。 如今,朗朗虽然已经成为文明世界的钢琴家,却依然会梦到那位女教授,然后被惊出一身冷汗。 编剧《陈辉》说,不要试图让打压你的人进入你的生活,这只会让你陷入一场必败的信心游戏。 任何关系里,贬低你,否定你价值的人,只会让你变得愈发没有自信心。 爱自己最好的方式,就是告别错的人,从不健康的关系中解脱出来。 英国作家托马斯·埃略特刚开始写作时,身边好几个朋友都不看好他。 他们当着埃略特的面说,你的小说写得不好,没人愿意读的,找个正经工作吧。 埃略特听后倍感失落,可他又不想轻易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。 于是,他远离这些否定他的朋友,独自到巴黎租了一间公寓,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《荒原》。 没想到《荒原》出版后,获得了巨大的成功,被翻译成多种语言,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之一。 作家冯唐说,走自己的路,远离那些否定你的人。 最可怕的谋杀,就是谋杀一个人的精神。 否定你的人,就像是慢性毒药,以不经意的方式,悄悄地摧毁你。 当一个人张口闭口都在否定你,阻碍你的进步,一定要趁早远离他。 三年前离家出走的苏敏出版了书籍,书里讲述了他早年间的生活经历。 在家里,他不敢多说话,因为丈夫最大的乐趣就是指责他。 他只要一拿起手机,丈夫就会严厉指责,是看手机,还是看孩子。 他亲吻外孙的脸颊,丈夫便立即讽刺他的口水有毒。 他去参加同学聚会,丈夫会突然出现,当着同学的面指责他精神有问题,以后别再喊他参加。 丈夫的指责无处不在,压得他喘不过气,他患上了抑郁症,需要长期服药。 终于,在忍受了三十年后,苏敏选择了离家出走。 他不用担心自己会说错话,不用担心哪一个举动就会引来丈夫的责备。 出发还没一个月,他就停掉了抑郁症的药。 心理学家阿尔伯特·埃利斯说过, 指责型人格的人,会让你压抑地看不到自己的价值,最终活成一个低价值感的人。 和一位指责的人相处久了,快乐就会被剥夺。 如果一个人永远都在责备你,你始终得不到认可,不要犹豫,请以十倍速离开。 三联生活周刊发表过一篇文章,叫《交往十二年,我和最好的朋友绝交了》。 作者家境普通,朋友家境优渥,朋友经常会对作者的衣着指指点点。 面对朋友工作和感情中出现的问题,作者好心给出建议,却被朋友指责太幼稚。 作者和母亲闹别扭,本想得到朋友的安慰,结果被朋友狠狠教训了一顿。 每次跟他去逛街和聊天,回家之后都非常倦怠,觉得世界很悲观。 我总是不确定他什么时候又不高兴,我会被指责。 当作者察觉到自己的情绪出现问题时,果断选择结束了这段关系。 远离爱挑剔,指责你的人,他们只会批评,不懂欣赏。 言语上的讽刺,无异于在灵魂上刺痛一刀。 跟总盯着别人缺点的人在一起,只会腐蚀你的幸福感。 作家水木然曾讲过他的一次出行经历,他在高铁上遇到一位妈妈抱着孩子。 小孩子刚上车就开始哇哇大哭,妈妈一脸焦急,无论再怎么安慰,都止不住孩子的哭声。 没过几分钟,车上的人都变得烦躁起来。 有人戴上耳机,有人面露不满,还有人静止走过去,责怪那位妈妈不会管教孩子。 一时间,空气里都弥漫着压抑和埋怨的味道,所有人都被负面情绪感染。 这时候,另一位妈妈走过来递给小孩一个玩具。 一位慈祥的老奶奶也主动靠过来,帮忙逗孩子。 随着两人的加入,孩子的哭声止住了,乘客脸上的笑容也重新浮现了出来。 在这个转变中,藏着一个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道理。 人与人之间的情绪,真的是会传染的。 和负面情绪的人在一起,他们身上堆积的情绪垃圾,会汇聚成一个情绪黑洞,吞噬掉我们的正能量。 面对那些总是激发你焦躁情绪的人,离开是最好的选择。 陶勇医生以前在工作之余,喜欢和同事凑在一起闲聊,可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。 护士长喜欢诉说生活里的不如意,抱怨不停。 实习生谈起被父母逼婚,情绪很是激动。 科室主任经常哀声叹气,对前景充满担忧。 陶勇越听越难过,不由悲从中来,也想起自己的伤心事。 为了自己的情绪不受同事干扰,他不再喜欢跟同事聚在一起闲聊。 屏蔽到外界干扰,他很快平复了内心,然后再次平静地投入工作。 当一个人浑身充满了负能量,伤害的不仅是自己,也让周围的磁场变得紊乱。 你体内的好运磁场,如果一直接受正面情绪,那么你就会一直快乐。 反之,如果你体内的好运磁场被打破,那么你的快乐感也会被击碎。 远离负能量的人,不被影响和控制,不被毁掉生活,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。 加利福尼亚大学曾经进行过一项研究,研究结果显示,与快乐的人接触可提高个人的幸福感。 如果你认识的一个人快乐,那么你的快乐几率就会提高15%。 生活里,同行的人比风景更重要。 远离让你不开心的人和事,别让黑洞体质的人接近自己。 当你身处一个正能量的磁场中时,所有美好才会不期而至。